盖座房子,墙壁必須要支,這棟房子才會蓋得穩固 如果你的墙壁蓋成斜的,我想你會很快就失去你家的墙壁 俗話說家徒四壁,但是可能你家連墙壁都不會有 就像義大利的砂斜塔一樣,義大利政府也在思考著如何才能夠把斜斜塔撐住,讓它不會倒下來 不過我想用竹竿撐著,不會是個好方法 所以如果要蓋房子,要直直的蓋,這樣你家的墙壁就不會倒了 而墙壁直直的擦進地面,我們稱這個叫做垂直 所以有人說我家的墙壁垂直地面的時候,就是在說這樣的狀況 我們該蓋了墙壁,但是卻忘了蓋屋頂 家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場所,所以當然要蓋一個屋頂才能來遮風擋雨 而這個屋頂絕對不能蓋斜的,因為會滑下來 那我們如果要蓋平的屋頂,要怎麼樣才可以蓋出平的屋頂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先確認兩個牆壁是一樣高的 當我們確認一樣高的時候,再輕輕的把我們的屋頂疊上去 這樣房屋就不會歪一邊了 那我們發現屋頂底部啊,這條線跟地面的地平線 無論延伸多長都不會交叉 而且兩條線之間隔著原本牆壁的高度 而且都不會改變哦 所以這兩條不會相交的線 哦,不對,是這兩條不會相交的線 我們稱這兩條線叫做平行 無論拉的多遠,兩條線之間的距離都不會改變 我們來回去看看這棟房子 其實這兩條直直插在地面上,垂直地面的牆壁也是互相平行的哦 如果我們不斷將這面牆壁延伸到太空當中 你也會發現它們永遠不會相交哦 我們來回顧一下今天所講到的東西 如果兩條線永遠不會相交的話 我們稱這個叫做平行 如果一條直線直直的插到另外一條線上 我們稱這個叫做垂直 其實數學一點都不難哦